韩国有几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综艺 小时候看情书 那时候脚本还是比较多的 后面我特喜欢的两天一夜 新西游记 直景综艺的出现 我觉得他成功带男人去看 非常简单的形式 几个大男孩 除了交股东有点流量 其他人其实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 他那都其实都不算旅行 找一个郊区 找一个半农村 然后一帮艺人到那以后 什么也不干 第一件事就很简单 你们去要菜 挨家一户要菜 要完以后 然后回来以后 然后爸拿一东西一转 看谁能吃第一口 或者谁不能吃 说了做惩罚 然后晚上在这睡觉 也啪又做一个旋转 A或B 选择天堂的人 你可以在屋里睡 而且那房子特破 对吧 选择B的人 你睡外边 外边有苍蝇 那你搁国内的综艺 首先你让艺人睡在屋外 有苍蝇情绪 有那个蚊子的情况下 他根本不可能睡 但是人那个综艺成功 我后来了解 为什么他能打动我 是因为人家在拍的时候 就他们真的是睡外边的 不是做假的 就是真实 所以就是你只有把观众 当做上帝当做 他们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他们只是暂时不知道 不代表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明白 这几点以后 我先不说 对于我拍摄上的办公 但我确定了一点 我后面如果去 别的平台 我要做什么 很简单 我做最擅长的 我就做综艺 我做直播综艺 加短视频综艺 综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你一个人不成综艺 我的朋友周围 又不一定都有时间 或者配合度 也不一定那么高 所以我想明白配合度 这个事我就知道了 我只要找快手 现有的网红 你做坏的吧 你玩游戏的吧 你是颜值PK的吧 想不想红 哥现在做一节目 知道我是谁吧 知道看过我之前的吧 牛逼吗 牛逼 reside吗 reside OK 不给你一分钱 过来两天一 做一个直播节目 但是先签好条款 让你乐着 你输了就乐着 对吧 你睡门口 你就睡门口 我都不用做太复杂的东西 我直接巴巴巴 人一凑 我凭的是什么 我做小明半国 我的点是什么 是韩国有两个顶级的主持人 当然我没法跟人家比 一个是江湖东 一个是刘在石 但你看他们的风格 你看完人家的敬业仪 很多我个人认为 在直播中 没有任何人能比我做得好 你懂吗 就是那种 他们的核心的点 他们能串起来 所有的原因都是 他们知道如何传球 就什么时候 把话题给谁 哪怕这人不爱说话 他知道什么时候 是这个人 他一定能接得上 什么时候 就我能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 这个江湖东牛逼 是因为 他不断在接球 传球 然后给自己在颠球 过人 他是有配合的 包括他 能把球直接传给镜头后的 这个编导 这个除了两天一夜以外 好像韩国的综艺史上 没有任何的主持人 会把一个 比如说 当时他们有一期是什么的 就是 你是编导 相当于你是导演 你可以理解呗 你让我吃一特辣的东西 我作为主持人 我就 我就跟身边人玩呗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就他说 导演 那咱俩打赌 你要是能把这么辣的东西 你能吃下去的话 那你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那正常 这段可能就剪掉了 歌的中国 或怎么样 然后这个导演也很牛逼 就他给导演传了个球 导演上来以后 直接把剧辣的那 他不是吃一口 他直接顿顿顿给喝完了 然后 江湖东也傻了 你知道 那节目效果爆炸 就是 那时候还没有叫 节目效果 这个词 我觉得 那是直播中 大家说的什么 节目效果 你就跟到现在 我给帝王套 做的那些节目效果 先挖出来 告诉你 我吃了多少粉 都没有人相信 那是剧本 就他都不相信 那是我给他传的球 让他接的球 他都觉得 你欺负人 你打人 你怎么怎么样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做的东西 真的太真实 太高级了 快手 大家就喜欢剧本 对吗 剧本是不是看太多了 虽然很多人 很多的叔叔阿姨 可能都觉得 那剧本是真的 但是一旦有真的东西 摆在你面前 你的大脑 一下就告诉你了 这个怎么跟那个 不太一样 感觉这好像更好看 它好看在哪 你说不出来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